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中通道的通车为什么能引起全球的关注呢 本期节目小编将通过一根头发丝来为大家揭开这一超级工程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圣中大桥的长度虽然不到3000米 却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 建造这座大桥需要克服多个难题 首先需要满足繁忙的通航需求 在这座大桥的上游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集装箱干线港口广州港 它的国际集装箱航线多达130多条 日均4000多艘次船舶在桥面下航行 之后还要满足30万吨散货轮和3万标箱集装箱船的通航需求 因此深中大桥采用了1660米超大跨境桥梁 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跨境全离岸海中钢箱梁悬索桥 并且深中大桥通航近高76.5米 这是什么概念 它比世界主航运通道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上的桥梁通航近高 还要高出10米左右 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高通航近空的海中大桥 足够容纳两艘上下跌制的泰坦尼克号 要实现这样的同航近高 就要在林丁阳上建造两座更高的大桥主塔 中国工程师自主研发的一体化智能铸塔机 在此时大显身手 7400吨预制成型的钢筋 5万立方米的混凝土 48次的胶筑 仅用一年的时间 这座90层楼高的主塔便拔地而起 其次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承受得住重量 竹篮是选索桥的主要受力构建 有着选索桥生命线之称 山中大桥共有两根竹篮 每根竹篮最大篮力10万余吨 从东西两座主塔上方一跃而过 跨越1660米 宽阔水面 两端分别毛固在东西两个巨型毛定中 据了解 山中大桥单根竹篮由199根索谷组成 每根锁骨有127丝 直径6毫米 中国自主研发的2060兆帕 杜新铝钢丝组成 每根小小的钢丝都足以吊起 三辆家用小轿车 同时 这也是目前国内强度等级最高的 悬索桥主缆钢丝 高强钢丝不但有利于降低主缆用钢量 减小风阻 实现节能减排 还增强了抗腐实性 世纪南沙大桥 1960兆帕竹篮钢丝后 又已升级突破 竹篮的每根锁骨长约3000米 重约85吨 单根竹篮重达1.7万吨 两根竹篮钢丝总长度加起来 能够环绕地球四圈 要将每根总重达到1.7万吨的竹篮 搬至270米的高空 并非一世 为了减少锁骨牵引对钢丝造成的摩擦 并分散钢丝重量 使毛道均匀受力 必须借助毛道上的拖架来完成 施工地处珠江入海口 天气变幻莫测 承载着钢丝重量的拖架 容易因位置偏移而变形 甚至是损坏 竹篮锁骨的位置也会随之偏移 无法保持水平 为此项目团队还专门建立了架设专班 专人负责每隔三天 对拖架进行调整 确保拖架的稳固状态 随后再经过对每根钢丝位置和气温的反复测量 终于成功把握了竹篮钢丝的变化规律 将精准度控制在5毫米以内 同时还采用了白天牵引 夜间调锁的双向施工模式 高峰期每天能完成单幅四根竹篮锁骨的牵引 如今顺着竹篮望去 在两座高竹塔的两边 有两个钻石模样的巨大锚定 这是大跨境选锁桥最重要的受力结构 但在淤泥层窍后 地质复杂的海中建设巨型锚定结构 全世界都鲜有经验 深重大桥单个锚定重约100万吨 相当于17个国际标准的篮球场 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海中锚定 它就像两个大大的衬托 用自己的体重压住了整个桥梁 和行驶在桥上的车辆 最后深重大桥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风 因为处在珠江口强台风的频发区 曾有欧洲著名桥梁公司断定 整体钢箱梁选锁桥方案 无法满足抗风的安全要求 但中国人骨子里的不服输 促使工程师宋神友 牵头组织了三年多的平行研究 研发了新型组合气动控制技术 在世界上首次将超大跨整体高箱梁 旋锁桥 颤阵临界风速提高至88米每秒 能抵御17级台风 深重大桥一举打破了国外权威的论断 为中国未来跨海工程积累了技术储备 如今放眼望去 在浩瀚的灵丁阳上 深重通道的桥梁宛如巨龙一般 在水面上蜿蜒出优美的弧线 两边海天一色 开阔又壮观 在现代桥梁建设中 钢丝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 它承载着桥梁的重量 关系着桥梁的安全与稳定 然而 曾经中国在大桥钢丝领域 却面临着被日本卡脖子的困境 据说当时在建造虎门二桥时 日本就曾狮子大开口 直接加价20倍 向中国出口1960兆帕的钢丝 但也正是因为日本的加价 才有了如今中国强度达到2100兆帕的旋锁桥 主览钢丝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 时代新人说 银奖获得者张嘉玲的故事吧 大家好 我叫张嘉玲 来自广东省交通集团 我演讲的题目是 一根钢丝与一座超级工程的诞生 我手中的它不是指挥棒 我也不是指挥家 但没有它 我们的超级工程将处处受制于人 它的学名叫做1960兆帕主览钢丝 但在国内 它却有个响亮的名字 中国心 由它组成的主览 几乎承担了全桥的所有重量 在2013年虎门二桥动工时 1960兆帕钢丝的核心技术 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他们主动上门 报价却狮子大开口 直接翻了20倍 怎么办 直接购买 不仅费用高昂 还会有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自主研发 一道道技术横沟犹如天欠 日本人态度强硬 咄咄逼人 我们的技术超过你们中国人 整整两个数量级 自主研发 你们行吗 是啊 我们行吗 但国之重器来不得半年马虎 习主席曾说过 真正的大国重器 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 化源是化不来的 要靠自己拼搏 我们的技术负责人 牙刚 毅然牵头数个厂家 向1960兆帕发起总工 副总经理李延斌 80后博士 仙荣等一大批 桥梁精英 纷纷响应 他们多方奔走 前進钻研 反复实验 进展却不如人意 牙刚挤压 开会研讨 查资料 画图纸 日复一日 有一天 他坐在窗前思考 仿佛又来到了车间 一束光正好照在了材料上 他眼前一亮 有办法了 难关一个一个被突破 永不言泪的牙刚 泪倒了 被强制送医后 大家才知道 他身上居然长了一个 鹅蛋大小的重瘤 手术后 医生千叮万主 让他调养一个月 可一周后 他又出现在了实验现场 只是身上多了一道 十几公分长的伤痕 其实 不只是他 80后博士先荣 当时也有三个多月 没回家了 唯一一次去幼儿园 接孩子 居然还忘记了孩子 是上中班 还是小班 副总经理李延冰 父亲过世两天后 就赶了回来 他说 父亲临终前叮嘱他 儿子 咱们中国人 有国才有家 千套万路 虽辛苦 吹进狂杀 使道金 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三千多名建设者的 攻坚克南 1960兆帕钢丝 终于研制成功 日本人又不请自来 却被我们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 举至门外 2017年12月17日 当最后一根 由1960兆帕钢丝 组成的中国心 稳稳架上 虎门二桥时 他们兴奋地冲上去 抱住中国心哭了 泪水在一张张欢喜的笑脸上 自意流淌 他们完成了一项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现了几代中国建桥人 期盼已久的梦想 自2016年开始 中国逐步在1960兆帕级 及以上强度级别的 桥索用钢上 取得了突破和应用 已成功应用到了 南沙大桥 杨四港长江大桥 桑科江大桥 花江峡谷大桥 商和航五湖长江公铁大桥 护苏通长江公铁大桥 同领计三长江公铁大桥 深中大桥 燕基长江大桥 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 中国大桥钢丝的发展历程 是一部充满挑战与机遇 奋斗与成就的历史 它见证了中国从技术依赖 到自主创新的伟大转变 也将激励着更多的中国产业 在面对困难时勇往直前 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知道中国攻克了 哪些曾被卡脖子的技术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一 Slack 1 听说明 2 3 感谢观看